欢迎来到语说体育 今天胡人队坐镇主场战胜灰熊 系列这大比分打成了三比 灰熊这话简单总结 就是莫兰特目前仍然没有找到一种 将个人能力与团队融合的绝佳途径和方式 要么就是像基斯那场比赛那样 莫兰特个人火力全开各种攻减 但是在个人的高得分砍下45分的情况之下 硬撑的是灰熊队输的是越来越多 跟胡人队之间双方的分差差距是越来越大 所以事实证明 莫兰特要是那么倒 那么他就有利于团队之外 其他的那些队友基本上各旁边跟他戳起来看 看莫兰特一个人倒 不光是进攻 其他人的积极主动性受到影响 同时防守这支球队 之前那样一种如狼似虎的防守侵略性也会降低 要么就像今天这场 今天这场莫兰特很明显的主动在收敛自己的进攻锋芒 开局之后频繁的做球 但是这种频繁做球会让莫兰特感觉很不适应 因为他天生就不是一个阅读场上形式 包括全球调配这块 最能发现队友绝佳良己的这么一种真正的一号位 所以你要是让莫兰特这么倒 或者他主动这么倒呢 这就会带来另一个后果 那就是说看起来双方舰分岔 可能说打得更加解极了 因为灰熊这支球队特点就是防守端这块 只要说人努力 那么防守质量是可靠的 进攻端这块呢 作为队友如果说都能调动积极性的话 这个战斗力也是可观的 但这种自己强攻这块主动收敛锋芒 主动去做球给队友会影响莫兰特他个人的进攻表现 这种从今天这场比赛 拿下分数呢 低了点 而且效率这块也比较难砍 所以最终就是还是没赢 那如果说这两方面啊 你分别都使劲了 事实结果证明都不好 而且不光是这一个赛季 之前一个赛季也同样 那吴默熊给勇士队带来的威胁和亚历斯队打的 今年呢可能说更进一步更加极端了 整个打完四场比赛下来呢 就没有莫兰特情况之下 那忽然队几乎全场是被灰熊队嘴着打 那可见两者之间这样一种巨大反差 因此莫兰特呢 就在灰熊队内啊 他似乎说真是有点水土不服 当然有一点比得配合 就今天莫兰特 即便说数呢 即便说今年季球赛也暴露出来了 更加严重的 彼此之间有点不协调的这样一种问题 但起码莫兰特今天比赛当中 右手腕再度受伤 但他仍然选择戴上处战 就这份勇气呢 我相信莫兰特未来给予时间的话 多少应该能打出一定的 与灰熊队之间的融入度 这个就希望吉安莱莫兰特 随着年龄增长 阅历丰富 能够真正找到自己 最适合赢球的打球方式了 希望未来莫兰特能做到吧 但这有些赛基本是两了 因为3比1湖人大比分领先 而且今天湖人队 乐布朗詹姆斯 可以说是 焕发了当年 就在骑士时期 或者在热火时期 那种比赛观感 什么样比赛观感呢 就是有点什么感觉 就跟对方脚亮到一种场 或许就是给对方 一种假象 就这个比赛我能拿下 就类似于哪一种 类似于之前2017还是2017年 打步行者 跟保罗乔治 那组系列赛 其实是4比0 横手的步行者 但常常达到最后时刻 而一到最后时刻 詹姆斯总是能在关键的一两个回合里 通过自己的无解突破 就是简单高效的拿下两分 而对方保罗乔治 无法给予回应 就有点那种比赛观感了 就一场下来 好像说对方有点赢球希望 但实质上 对方如同提线木 詹姆斯逾取一球 关键时刻 自己只要想使劲 立马能改变双方的胜负填平 现在对张老师看来 就是张老师可能说通过之前 对于目前自己这副身体 残存的这样一种体力 他重新有一种思考 进行体力 优化分配了 就之前前三几年 就是尽可能通过自己的视野大局馆 去带动周围的队友 让他们发挥更好 到第四年 关键时刻 在拿出自己 好不容易保留下来的 这么一份力量 在关键时刻 站出来解决问题 仍然是突破这点看起来就感觉比较恐怖了 作为西部的其他对手来讲 我感觉目前看到这种詹姆斯出现在赛场 难免胆见心警 一定得拿出全力招架 要不然的话 你很难逗得过 就这个阶段 这种状态的詹姆斯的 那之前那会儿 都感觉詹姆斯就在今天突破不给力了 关键时刻突破靠这一手呢 拿不了分了 你要是这个自己平成最大的一个进攻力气 你这会儿失去了 那詹姆斯可能说就如同 丢掉了这个獠牙的熊屎 那可能说真就没有杀招 弄不死对方 但现在詹姆斯呢 又流露出来杀招了 仍然看见出来 詹姆斯的基督塞其剑这种凶狠的一面 这就比较可怕 当然之所以詹姆斯能够做到 前三截多少保留体力 最后一两个回合站出来决定命运 也是仰仗于 整个球队目前阶段啊 良好的些老叫替 尤其这种当中 李福斯他的存在 解决了大问题 因为詹姆斯呢 他这种世界大局馆的这种阅历 他的持球戏份呢 前三截这块 如果说不是李福斯站出来分担的话 那詹姆斯压力肯定更大 甚至最后阶段呢 你能不能扛到最后一两个回合呢 那都是个问题 但是现在李福斯的存在 他是对内篮球 制厂这方面紧粹于詹姆斯的存在 如果说真是没有李福斯的结局 你比如说在场上大量是斯罗德跟詹姆斯打配合 或者说呢 就即便是重金引进的高薪球员拉塞尔 在场上分担詹姆斯的球员戏份 这都肯定起不到李福斯一样的这种进攻效果 一是他有指挥才华 就是他的传球呢 很精妙 而且阅读能力超强 能够发现的最佳空位的队友 能够找到对于忽然来讲 每个回合最有效的攻击手段 同时呢 还能时不时的突袭篮下 遭放轨上防守线 这点也是詹姆斯岁数大了之后 詹姆斯起码 你不要岁数大 年轻时机其实在詹姆斯身上 吹法这块 对詹姆斯都不是说那么友好 一般来讲他很少能够频繁上防守线 那这个阶段 你得靠谁呢 上防守线呢 李福斯 罚球又准 而且还能大量铲出罚球 频频转上防守线 所以小李福斯的存在 尤其你看今年季后赛 他很多场比赛都能做到20架 甚至得分这块 不比詹姆斯浓为差 所以小李福斯的运军突袭 突然之间迅速的成长 季后赛基建 确实也是一个大心脏先 这个也是得以让詹姆斯 能够在关键时刻 亮出自己最强王牌 进攻力气的 这么一个前提条件 所以今年 胡人队看似是咱们是东梅 仍然是双形结构啊 但其实小李福斯多少 有点架势了 有点类似于当年什么感觉 就是拉桥龙多 在老迈的卡尔特人三巨头 旁边扮演的那样一种 击重的角色了 现在这个李福斯 绝对是不能低估了 未来我感觉正高兴呢 你瞅现在季后赛期间 打得这么硬 2000万那都是往低了讲啊 未来李福斯简直前途无量啊 所以现在胡人 西游塞第二轮就在眼前 黑漆奇迹 已经借尽创造 目前仅仅是剩余十点问题了 如果说勇士队能打到第二轮 与胡人交手的话 不得不讲勇士队啊 用人这块必须得是拿出最强的牌 绝对不能有任何一丁点掉以清心 有任何一丁点仍然是那样一种 按不就板 论之排序的那种用人仿视 面对胡人都凶多吉少 所以接下来潜在的 几乎在第二轮啊 那就是非常精彩了 战库再次享会 看到底谁能取胜了 点赞加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